随后出土于这处墓葬的青铜轨为考古队员带来了关于墓主人身份的重要信息 青铜轨是用于盛放饭时的器皿 圆口的设计便于使用 双大耳也可做把守 当年的铜轨相当于现在的碗 常常与顶配套使用 商周时期 鬼成为重要的礼器 在随葬器物中 鬼也是身份的象征 西周的礼制规定 天子九顶八鬼 诸侯七顶六鬼 大夫五顶四鬼 元氏三顶二鬼 陶谷队员据此推测 墓主人生前属于原始级别 是一位低级官吏或者下层贵族